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去年年底 美国国防部公布了一则安全报告 美国防部副部长称 美国国防工业有超过280项材料供应链严重依赖其他国家 特别是对中国稀土和零配件的需求很高 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国防安全 稀土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自2013年中国开始规范稀土烂开烂采现象 我国是全球最大稀土供应商 此举对国际市场供应起到了连锁反应 而美国又是世界第一军事强国 战机导弹雷达等装备制造需要大量稀土 在中国进行管控之后 美国意识到了稀土的重要性 分别在16年与17年的报告中提到了依赖中国稀土 更是在去年报告中用美国令人震惊的依赖中国相关话语来形容自己的处境 中国在6年前管控稀土后 美国随后就展开了行动 并提出了三个解决方案 第一是寻找稀土的资源 第二则是寻找新的满家 第三是废物在利用 如今6年过去了 在稀土领域 美国依然依赖中国 除了稀土外 美国其实还有十几种矿物资源要从中国进口 只不过没有那么严重 其他矿物资源也可以选择从其他国家或者盟友国进口 只是中国无意被美国当成最大的安全风险 我们在开头说过 没有哪个国家的工业体系能不完全依赖其他国家而自称一套 这句话对美国同样实用 美国国防工业对外依赖早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 例如当时美国国会对一款导弹零件进行来源追踪 结果发现整个导弹有16种零件均是国外生产 甚至在冷战时期 美国的一款战略侦察机所使用的钛合金材料是来自苏联的钛矿 而该型侦察机还对苏联进行了空中侦察 美国如今依赖国外 但更多国家也依赖美国 包括中国 这种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状态 保证了美国国防工业不会被卡脖子 而中国依赖的是高端制造业 中美两者之间的依赖本身就不对等 所以我国还需要努力奋进 大力攻关高端技术 无论是往发达国家迈进 还是打破国外技术封锁 高端技术都是支撑中国崛起的基础